走了十年,那今天來結婚登記 心得 那也希望政府能夠盡快通過共同收養 因為還有很多同性辦復也是希望有效 然後還有我們正式的朋友有很多跨國的同性辦復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適用這一次 讓更多的友情人都能夠忠誠認識 想要有小孩是很自然的吧 沒有特別想要,就是想要有小孩 希望要有小孩,人生中要有小孩 一直想要有小孩 我是來自澳門的華國同性辦復 然後我們五年多前認識,然後我們交往了四年多 然後我們兩年多前我移聚過來高雄 移聚回來台灣 然後我們決定如果將來同性婚姻合法的時候 我們就要登記結婚了 然後五月十七號之後其實同性婚姻就三讀通過了 然後上個禮拜總統簽署了 然後今天是第一天,所以我們就過來登記 但是我們之前其實也知道 跨國的部分其實會有一些法律上面的問題 那其實我們卡在的部分是 社外民事實用法的第四十六條 他們中間規定了婚姻的成立 要依據雙方當事人母國的法律的規定 然後因為我澳門的法律裡面其實 民法婚姻或是婚姻裡面沒有同性婚姻這件事 所以其實在台灣這個狀況是沒辦法被成立 那我們剛剛登記其實有受建,有受禮 他們受禮其實現在政府也在研議當中 因為其實我們也跟副政司他們有建議說 其實過去簡不在人的女生也不能跟台灣的男生結婚 那當時其實政府的用了一個行政解釋 他用社外法的第八條 如果國外的法律是有為中華民國的善良風俗跟公共利益的話 那做民意跟隨這樣 然後他就用這個方法來做解套 那所以我也希望政府可以往這個方向去處理 讓給我們就是 因為其實我們跨國伴侶不只只有我們兩個 我們後面還有一百五十幾對的跨國伴侶其實都在等待著政府的配套出來 然後我們也知道政府現在其實很友善 因為他們也給我們的他們給我們的回覆或是回函其實是友善的 而且是他們一直在在有更新 他們在五月十四號他們司法院就已經去進去各個部會 然後他們去聯合去討論 那我們跨國後面的後續處理會是怎樣 我們也在等待當中 我們也很希望就是 我們跨國的伴侶也很快跟其他的本國伴侶一樣都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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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燈 再次 我見你 我見你 快 我 Feder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